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看见他的心 此刻他被安置在国宝的最高站台 因为他记录了上古时期一对十几岁少年的心跳 一段关于王朝不忘初心的对话 三千年前的日落 在大地上映射出两个年轻人的身影 他们一个建立了一座至今依旧繁荣的都城 一个铸造了一件既在荣光跨越十几个朝代不朽的青铜器 他们的父辈曾经浴血并肩奋战 建立了新的王朝 周朝 这两个青年 一个是周武王之子 刚刚继位五年的周承王姬宋 一个是同宗的贵族和 虽然王朝新的领袖姬宋才十几岁 但已经在他四叔鸡蛋 一位令后世孔子都尊崇的如雪仙区辅佐下 开始历经图治 并依照父王激发临终的遗愿 为保江山永固 在距离当时王城西安三百多公里以外的洛阳 建立了新的都城 这些事迹使得同世年轻人的河血脉奋章 父亲的业绩得到异国之君的认可 自己又被新王看中 为此他也要做一件热血的事情 在得到批准后 河铸造了一件青铜尊 在尊敌有限的范围里 最大限度地记载了父辈们和新王的功绩 以及新王对自己的告诫 当考古学家在一百二十二字名文里 发现宅姿中国四个字的时候 无异于在方寸之间 看到了埋藏了千年的谜底 这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宅姿是居住在这里的意思 在城邦的中心会树立金旗 金文的中字由此而来 家园需要有护城河阻挡外来入侵 并在军队的护卫下才能得以安宁 因此金文的国字有兵戈守护 尊礼的中国所指的是当时天下的中心 王朝的中央 新建的都城成州 是现在的洛阳一带 这些写给祖先的字迹 更像是写给数千年后 十三亿中国人的信 三千年历史演进 朝代更替 中国一词 从地理中心 政治中心 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 继而又被赋予了 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意义 直到清末 中国一词 被用作国民 出现在官方正式文书当中 三千年过去 那对年轻的身影早已不在 太多故事也被黄土掩盖 但洛阳城繁华依旧 同样被黄土掩埋的青铜尊 于1963年 在陕西的一处土崖中被发现 后被命名为和尊 虽没有了最初夺目的光泽 但尊敌的一百二十二字名文 却没有辜负他主人的期望 跨越三个千年 将祖先的丰功伟绩 展现在后人眼前 中国 三千年前被镌刻于方寸之间 深埋于地下 三千年后 埋藏他的泥土 和这泥土连接的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都被他命名 叫做中国 国宝流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